瑞典和芬蘭在近期密切考慮要加入北約 瑞典外交部長在一號受訪透露 他們的友邦芬蘭幾乎已經確定要申請成為北約的一份子 北約組織積極歡迎北歐兩國的加入 除了芬蘭似乎已做決定外 瑞典也正在進行研議 預計會在五月中旬給出答案 不過在北歐政府以此加強防範俄國勢力時 俄羅斯卻先找上門來 瑞典和丹麥政府聲明 俄羅斯的偵察機在二十九號先後進入兩國領空 丹麥外交部長形容 這是俄羅斯的最新侵犯事件 瑞典和丹麥也都準備好召見俄羅斯大使 以表達不滿 在當前局勢下 俄國軍機的罕見動作更是引起不少擔憂 歡迎新聞 劉清文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並開啟小鈴鐺 越ordan馬 絸 吉日 博圖